各位評審好 我現在將介紹我們的作品 智慧型江王勾蓋 首先是操作方式 先將左手壓在左手邊的光明電阻上 右手插入9V電池 看到L1N全亮時 就表示進入設定模式 若沒進入設定模式 就會進入上次所設定的模式 當我們要再次進入設定模式時 我們需要將9V的電池先移除 再重新操作剛剛的過程 先將左手壓住光明電阻 再將9V電池插入 現在LED燈全部亮起 代表進入設定模式 現在進入設定模式 我們的LED燈每2秒換下一顆 左邊的LED燈是20度顯示綠燈 第二顆LED燈表示40度是綠燈 第三顆LED燈表示60度是黃燈 這表示水溫已經開始偏高 第四顆LED燈是80度顯示紅燈 第五顆LED燈表示95到100度顯示紅燈 接下來選擇想要的溫度 若我們想要將水溫降至60度 需要在第三顆LED燈時按住左邊的光明電阻 將左邊的光明電阻壓住 接下來選擇想要的溫度 如果我們想要將水溫冷卻至60度 就在第三顆LED燈時 將左邊的光明電阻壓住 現在LED燈閃爍5次 代表設定完成 現在顯示的溫度是60度 風扇開始運轉 經過一段時間的降溫 經過一段時間的冷卻後 現在溫度已經下降 經過一段時間的冷卻 現在溫度顯示 經過一段時間的冷卻 現在會發現 綠燈跟黃燈一直閃爍 代表它溫度介於40之間 導致風扇轉 導致風扇時而停止時而運轉 以上是我們的產品介紹 謝謝大家